捍卫终极制高点 美国突然发现 中国的运载火箭快速响应能力无敌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涨 对于中美在太空领域的竞争 很多人都认可美国综合实力领先的事实 比如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实现了登月 而且主导经营的国际空间站也有几十年了 美国还有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拥有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技术 甚至还在试验更加强大的星舰式火箭 美国人为了保持对中国的太空技术领先优势 还制定了法律 限制美国与中国展开太空技术合作 但是让美国人万万没料到的是 当国际空间站即将寿终正请的时候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天空空间站 而且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月球探测和基地建设计划 并且正在探索火星 中国或许在很多领域仍然落后于美国 但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太空领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技术体系 并且展示了极为强大的韧性 据美国有趣的技术网站报道 当美国评估中美太空技术对比时 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战术响应 太空发射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乔治城大学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 虽然美国在太空发射方面仍然领先于中国 但在发生冲突时 美国在快速发射或者是快速更换卫星的能力方面表现不佳 美国政府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捍卫终极市高点的长达47页的报告 该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一观察结果 他们认为过去十年 中国一直在从高超音速武器到量子计算等多个技术领域争取霸主地位 在太空方面 过去四年 中国的载轨卫星数量增加了一倍 自2019年以来发射了419颗新卫星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已经完成了第四个发射场的建设 并开始运营 同时还推出了五个新型液体燃料运载火箭 和十一个新型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的研发 这些明显的进步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非常巨大的 但他们认为在技术优势方面 中国仍落后于美国 但是有一个领域他们则完全没有想到 那就是战术响应太空发射 这项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 在爆发大国太空战之后的空间恢复能力 以美国习惯使用液体运载火箭不同 中国一直在中国使用重型车辆 承载的固体运载火箭 实现快速发射 相比之下美国使用液体燃料火箭 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 而中国用固体火箭发射一枚卫星 只需要几天或者一两周的时间 这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将具备非凡的非对称优势 而美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基础设施相当繁杂 需要数月的准备才可能发射一次 在时间紧迫的大国战争期间 这样的情况意味着几乎没有能力进行卫星的辅射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为什么会喜欢玩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呢 这与中国成熟的东风41 东风31 东风26 和东风21 等固体导弹的技术有关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中国几乎主要在利用自己强大的陆基固体导弹技术 在发射卫星 这种发射方式不但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其快速响应水平 能够为客户定制更加贴心的服务 当然这样的能力几乎就奠定了 中国在大国战争时期的卫星捕射能力 中国在2013年发射了快舟一号 美国人惊奇的发现 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是通过车载 树立发射器实现的 这几乎就是机动发射弹道导弹的模式 对庞大的固定卫星发射中心的依赖大幅度减小 而准备时间则大大缩短 让中国在卫星发射服务的竞争力上 获得了又一种优势 后来中国还开始在海上发射固体运载火箭 这样就进一步缩短了固体火箭发射载核 到达世道的距离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可在抵达现场后7天内发射 只需要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区域即可发射 并且有可能将一群卫星一起送入轨道 此后快舟一号和长征十一号都吹出了快速商业发射服务 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发射了30次 你说这些火箭有一定的商业竞争力当然没有问题 这何尝又不是中国弹道导弹实力强横的标示呢 有人会说美国也有固体燃料火箭发射卫星的技术 这的确是真的 但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的固体火箭还真不具备快速发射能力 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这项能力完全没有可比性 中国的目标是在未来实现这些运载火箭的大规模生产和储存 让潜在客户能够像从超市购买东西一样方便的选择火箭并进行发射 当然这样的能力意味着在战争时期更有机会构建起太空优势 另外中国在美国具有优势的太空领域现在也在发力 包括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 甚至是航天飞机子母机的方案 基于中国已经建议起了更加完善的太空发射技术体系 美国人焦虑的日子还在后面 美国人焦虑的日子